桃園市卫生局大动作击查 进口弹加工厂果然抓包 桃園这间工厂把巴西等进口弹制成的液弹 冒充台湾弹贴标后流入市场 已经违反食安法最重可处四百万罚还 就连散装弹也没有标示品名跟产地 惊人的是截至九月十四号 这间工厂已经进货超过一百九十万颗 卫生局不排除有巴西弹混入市面 巴西弹烧出食安风暴 地方政府串联击查 农业部长陈吉仲 生意将近一周后终于从上火线 公布进口弹流向 从今年三月到七月 进口弹一共一亿四千多万颗 上架到通路贩售占了两成将近两千四百九十一万颗 加工跟库存弹占了将近百分之四十五 但夸张的是有将近四成高达五千四百多万颗 因为耗损或过期要全部销毁 那个五千多万颗的销毁量 到底是花了多少钱 一颗可能四块或四块半 所以大概乘上五千一百多万颗 就是这个金额 陈吉仲难以说出口的数字 算一算不得了 超过两亿四千多万元的蛋 全部报销 网友呐喊我的血汗钱 立委更是重炮抨击 农业部说巴西弹可以存放一百二十天 但专家说条件是必须全程冷链 农业部在记者会终于松口 进口蛋进入席选后冷链中断 运送到通路贩售 也比照刚生产两到三天的台湾蛋 常温贩卖 如果再卖一个月 进口蛋恐怕早就变职 媒体追问成绩中招了 之前都是依照类似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未来怎么在这个部分里面 让这个制度往前走 换句话说进口蛋离开冷链 到底能放几天 竟然没有规范 记者三度追问陈吉仲 该不该向国人道歉 巴西的进口蛋引爆了食安风暴 您是否愿意为了 这个食安风暴而道歉 我想我已经特别说明过 巴西蛋争议狂烧一个月 百姓对食安失去信心 陈吉仲尴尬一笑 国人却迟迟等不到部长那一句 道歉两个字 记者黄义军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